三十六 《工商時報》實約升息 入股漢多 2015年7月20日金融商品C 二女青狼美國聯軍WIVED 主席葉倫國會聽證,強調美國經濟和勞動市場有望進一步改善 一旦經濟數據符合預期,今年將時適合的升息點 投訊統計1983年以來美國七次升息循環中,隨美股平均漲幅值逼15% 歐股,入股分別也上漲19%12%的水準,顯示龍頭美國經濟看超下 已開發國家股市將同步走揚 群益美國新創亮點基金經理人蔡永宇表示,美國的升息態度不變 且美國第一季成長出現上修情況等利多因素 市場對經濟基本面及企業獲利中長期展望樂觀 目前正對第二季企業財報結果,預期續強 由於油價居低水位,有助各國經濟成長 月股第四季消費旺季將刺激股市看超 升息如期下美元轉平,利於加碼美元資產及美股部位 看好醫療保健、資訊科技、能源等新創旅股 宏理投訊副總鄭安又指出,歐洲總經領先指標族維持景氣擴張象限 歐PMI得愛貨或消指數族呈現經濟基本面溫和復甦走向 及低油價提振內需消費成長與信心 歐元區在貨幣政策持續寬鬆下,落後的景氣循環股紛紛表態 其中與景氣高連動中小型股潛力可期,隨大盤上演走多行程 日股目前在內外部環境好轉,有助股市續往高點埋進 日盛大中華基金經理人鄭惠文認為 日本央行通過貨幣寬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終於略見成效 然日本通脹水準增長佛力,安倍經濟學營面臨較大壓力 市場預估日元需續貶值擺脫通縮 且吊降今年經濟成長率至1.7% 預期未來推出寬鬆措施壓力將提升 韓亞投資海外股票研究部主管林元平強調 目前日本企業庫創股買回活動程正向趨勢 且台報宣布仍如表現普遍優於預期 看好入股下半年及後市表現 官方 Berlin 訓練 訓練 貴重